今天头条我们才报道了 山东经历了半世纪以来规模5.5 可以说是比较剧烈的地震 而现在要记得的是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地区 在2月6号年记得吗 曾经发生了规模7.8的强震 刚好半年 那么这些地方努力让生活回到正轨 对于强震的恐惧其实是如影随形 当时一个叙利亚的父亲 同时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而唯一幸存的儿子是他这半年活下去的动力 但在这两个地方家园重建的进度仍然是零 手上把个纱布还没从强震冲击中回过神来 男童紧抓着食物看得让人心疼 他的父亲受困瓦砾堆整整四天 过救后赶到医院 才发现妻子和另外两个孩子都不幸丧生 半年前这场规模7.8强震 让叙利亚男子拜亚辛德 一家五口只剩父子两相依为命 他们居住的城市 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詹达里斯 也是强震重灾区之一 到现在还是一片断圆残壁 看在幸存者眼里满是绝望 坦言要不是孩子 他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失去妻儿的痛让男子难以适应 原本把儿子留在自己的兄弟家 但他担心时间一久 儿子会忘记父亲 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努力走下去 平时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物资度日 对于未来他不敢多想 不少叙利亚灾民至今人住在帐篷里 一位家园重建进度失灵 这名父亲带着九个孩子 他们不敢回到水泥墙建筑物内 因为害怕半年前的噩梦 随时都会重演 在自家院子挽起荡秋千 小女娃笑得好满足 但是在她身边的不是亲生父亲 而是强症后领养她的股胀 小女婴在强症发生当下来到这个世界 但她却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父母 被埋在瓦砾堆下十个小时 她被发现时期待还没断 但父母亲和四个哥哥姐姐 都已经没了气息 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善心人士 想要领养她 最后官方找到她的姑姑 经过DNA检测 确认血缘关系后安排领养 这家人持续被流言索苦 不断有传言认为 姑姑和姑丈靠领养女婴 拿取大笔补偿金 六个月大的女娃头好壮壮 在养父怀里睁着圆圆的大眼睛 养父母强调绝对将她视如己出 以她死去的母亲之名 阿弗拉作为女婴的名字 保证在她长大后 会告诉她真正的身世 一点一滴将灾后的家园 做成迷你模型 倒塌的房屋 还有散落在四处的车辆 一旁还有搭建的临时帐篷 以及灾民们亲手埋葬的家人坟墓 从2017年开始手作艺术 叙利亚美术老师 透过巧手将灾后的家园 真实呈现 点起烛光营造出夜晚的气氛 让人回想起当时的惨剧 她的作品现在获得任教学校青睐 将为她开设专门展览 半年前这场强震 中创叙利亚土耳其边境 造成至少五万人死亡 在土耳其这一头灾后重建脚步 正努力进行 强震中心位置 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 经营纺织厂的家族 已经开始赶工之步 杜曼家族的手工纺织厂 他们自己养残 不像工业取蚕丝 用竹茧的方式 他们让残宝宝孵化成鹅 采用土耳其古法 不残杀生命的方式 来制作蚕丝制品 家族工厂在强震中存活下来 让杜曼家族成了社区的后盾 当时收留了至少一百人 老板分身法术 但当时没有多想 只是尽力救人 正后半年 家族终于恢复蚕丝制造工作 问题是以前七十几名员工 大多在强震中罹难 回到这里的人寥寥无几 老板决定雇佣叙利亚灾民 希望帮助更多人养家活扣 每天都把自己往前推 是强震后灾民的生活写照 当距离以前的生活更进一步 也更能感受到内心的伤痛 逐渐被抚平 TVBS新闻正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